7月20日晚间 来自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本科生院学生工作出网站的一份名为 浙江大学关于给予 母某某留校查看 处分的决定的文件 在社交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这份文件把时间一下拉回到了 四个多月前 也就是4月17日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判决浙江大学2016级学生 奴某某因犯抢奸罪 或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一年六个月 根据浙大发出的通告文件显示 按照浙江大学学生委纪处理办法 第17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经研究决定 给予该名同学留校查看处分 限期12个月 自处分决定做出之日起计算 到期可以申请结束 也就是说 浙大不会开除奴同学 只是留校查看 关于这个处罚到底是否合理 我们有一说一 同在浙大的网友 抛出了这份危机处理办法的更多细节 其中上文提到了第17条第一项 第三款的规定全文是这样的 被司法机关判处管制 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或被判处有期徒刑被宣告缓刑的 给予留校查看或者开除学籍处分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按照这一规定 的确可以因为奴某被判缓刑 从而紧紧执行留校查看的处分 但是我们继续根据网友 抛出的浙大先前开除的两名同学的通报 其中有一位吕同学 因为偷窃八次 上案金额达37,466元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 浙大予以开除学籍处分 苏同学也同样因为盗窃罪 浙大予以开除学籍处分 并且还有考试作弊的 都会有被开除的先例 而此次 鲁某某触犯刑法 且承担刑事责任 并且犯下了是罪不能被原谅 抢奸罪 既然没有被开除 仅获得留校查看处分 网友纷纷质疑 浙大触罚学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纷纷发表言论对浙大此行为进行质疑 有网友说 浙大之所以如此处理 是因为考虑到 鲁同学是学生干部 其所在学院 考虑其系初犯 且有强烈的悔恨意识 来自民族贫困地区 且是今年的毕业生 从教育挽留民族学生的角度出发 学校酌情从轻 对该生的危机处分 但随后又有网友称 鲁同学并不是什么贫困生 个人生活非常的多彩 鲁同学就读土木系 经常挂科 爱玩摄影 曾拿过学校补助 大三级在外租房 常出入酒吧 还有女朋友 但他在玩游戏时还在撩妹 网友还晒出鲁同学的成绩单 全系128人中 奴某网排名126 虽然目前这些信息都来自于网络 并未经过任何的证实 但是小编认为 这件事的本质 其实与奴某学习成绩 到底是名列前茅 或者年级垫底 是来自于贫困的山区腹地 还是家境殷实 是少数民族 还是汉族 都没有关系 重要是他的行为已经犯罪了 这大作为举国文明的高等学父 除了拥有强大科研能力 与优秀的教职工之外 难道不更应该树立 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来为众多深深学子指引方向吗 如果学生犯了错 给予相应的处罚 以敬效忧 这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学生犯了罪 依旧给予不疼不痒的 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是不是就是在纵容犯罪呢 如果一个学生小头小摸被开除了学习 另一个学生侵犯他人 甚至犯了强奸罪 才被留校查看 这是不是在告诉大家 这个社会的公平 国家法律的天平 只是一道摆设吗 浙大在情况通报中说到 学校是以育人为本 致力于营造 风轻气症的校园环境 做出以下决定 那我想浙大领导层 是对育人为本和风轻气症 有着非常深的误解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